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远距工作的安全守折 2020年COVID-19爆发了之后 大幅度地改变了全球民众的生活习惯 而有许多的改变是一个不可逆的反应 The New Normal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大幅地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推进到了虚拟世界 利用网络科技、资讯科技来进行我们的日常生活 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Work from Home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那Work from Home会带来哪些治安的风险呢 我们从几个治安事件来跟大家做说明 首先是Colonial Pipeline事件 而这个事件中 Lustrante感染了美国最大的燃油运输公司 那造成这个公司被迫暂停营运 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美国因此进入到了紧急状态 而这件事的成因则是工程师在使用远端桌面进行办公 成为了骇客的突破口 而日本也曾发生因为远端工作的一些系统 BPM的伺服器的弱点并未修补 遭到骇客利用 造成登录的账号密码被盗 而近期美商异店的游戏原始码也遭到外泄 那外泄的原因是因为骇客透过外泄的Cookie 冒用了Select讨论平台的身份 并在讨论平台上跟IT人员进行社交工程 取得后续的账号密码去窃取后面的一些原始码 而这些案例都跟Work from Home 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因此在家工作我们要如何做好治安呢 在这边我们先介绍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我们要将Work from Home 纳入公司的治安边界 让你的员工在家工作 具备与公司内部一致的安全性 有一致的扫毒软件 一致的防火墙 一致的安全的policy 那当然要达到这个项目是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要怎么做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在家工作的相关的治安风险 那包含了私庭环境的安全 你的设备可能会遗失 你可能会在工作环境工作 造成被监控或窥探的问题 你下面连接的网路有线无线的网路 家中的网路可能没有企业的网路那么安全 而设备安全 有许多公司并未派及员工工作专用的 可移动式的设备 员工必须以私人的设备工作 造成安全性的不足 最后在远端工作时 我们一定会开放很多的服务 因此密码的安全性不足 帐号安全也成为非常重要的治安风险 而对于企业来说 我该怎么样去规范这些事情呢 首先我们应该去规划远端的工作流程 不应该case by case的把帐号发出去 把服务开出去 而需要一个整体的规划 去来检视这些远端治安的问题 例如你的帐号要如何开通 权限要如何管理 你的工作流程要如何设计 最重要的是 如果不幸发生了治安事件 我要怎么在远端工作状况下面 进行治安事件的调查 而在过程中 我们就要管理资料 设备 云端服务的一些盘点 我们必须知道哪些资料 哪些设备会被员工带回家 那哪些设备仍然会留在公司 而前面规划的工作流程 以及你设备的盘点 则需要去进一步的评估 其中的安全性问题 那其中相当重要的 就是远端会议的一个系统 远端会议的系统的资料 是存在哪边 是否有录影录音 中间的通讯 是否有进行点对点的加密 都会需要评估的安全问题 而在工作环境中 会开放相当多的对外服务 以及对外的设备 而这些设备的漏洞 是否已经有进行修补 是否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也是相当重要 企业常犯的一个问题 而在个人的方面 这需要注意实体环境的安全 在家办公应有独立的办公环境 例如你的书房 而不要在客厅 或者是公开的环境办公 那离开电脑时 应该立刻锁定萤幕 避免其他人来使用您的电脑 第三点 家人间可能会有一些 共用的随人碟 或随人装饰 那这些都不应该插入 工作所用的电脑上面 接着必须注意外人偷窥萤幕 触碰你的设备 最后则是需要确切地保管设备 避免遗失 而在网络安全的部分 则需要避免使用公用的Wi-Fi 连接公司的网路 那最好是使用VPN之类的工具 连入公司的网路 在电脑上则需要进行 最基本的防护设备 设备安全的状况下面 则非常鼓励大家把工作 及私人用的设备分离 禁止使用公用的电脑 及个人用的电脑 登入公司的系统 而工作相关的资料 只应该留存在公司的设备上 那为了避免装置遗失 应该开启装置协讯 锁定清除的功能 并且妥善地设定登入密码 并且设定全机加密 避免你的设备遗失 最后的帐号安全 则应该开启2FA 或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避免使用密码当作唯一的认证条件 而在远端工作中所使用的 各个系统的帐号密码 应设定不同的密码 而这时候我们可以妥善地 使用密码管理工具 帮我们去管理这些不同的密码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以上的试点 来改善个人的治安卫生习惯 所以我们希望在 Word from Home的情境下面 大家可以做好个人的 治安卫生习惯在虚拟世界中妨害 这为我们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